君如姐 你覺得作為喜劇演員 需要什麼條件和心態 喜劇演員首先要漂亮 那我呢 有沒有這個條件 你絕對英俊了 為什麼這麼久我Casting 這麼多人都會Cast到你 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聰 今天繼續我們今天的IP 而我們今天要請到這個嘉賓 突然間不得了 就是我們的吳君如小姐 君如姐 我給掌聲 Hello 君如姐 你好 嗨 嗨 你好 家聰 你好 你好 那我先和你講一聲 我們這個節目的問題 我們全部都是在IG 和觀眾收集的 全部都是給觀眾問的 那不關我的事 你又有什麼事嗎 不是 不是 真的是冤有頭債有主 其實全部都不是我的 OK 都知道君如姐 我拍過很多戲 一直以來 這個觀眾就問你 拍過那麼多戲 其實你比較喜歡喜劇 還是感情的戲會多些呢 喜劇 因為喜劇始終都是自己的老本行 不過實在真的拍得太多 拍到現在都沒有什麼激情 所以就轉拍一些比較有文藝片 氣式 或者感情氣式的電影 你覺得這兩種戲 即是感情戲 或者現在你拍一些比較問題的戲 和喜劇 你覺得哪一種會難一點呢 如果真的拍的話 兩種都這麼難的 喜劇 就是講求這個節奏 可能我一直拍戲劇 拍了這麼多年 所以我覺得拍戲劇 真的比感情戲 難過拍感情戲 但感情戲 其實最主要就是 劇本真的要 很能大動觀眾的情緒 加上演員的演技 加起來就更加相得益彰 明白 其實這兩種戲 你有沒有覺得拍哪一種會比較辛苦 我有聽過人說 其實拍喜劇 其實拍攝現場是會很開心的 整件事很好玩的 其實你覺得哪一種會比較辛苦 我覺得拍喜劇也挺辛苦 我覺得以前我們拍喜劇 即是他有些對白給你 演繹得很好笑 就靠你去演繹 有導演又會很叫著你 跟著他這樣做 那我又覺得 其實不是挺好笑的 其實你說喜劇也好 感情戲也好 很多時候角色寫得好 劇本大動就會好 所以我近這十年八年 我都覺得最浪費時間 就是在劇本上 都是呀 一劇之本 我想問這個觀眾 也想問你 君余姐你覺得 作為一個喜劇演員 其實需要什麼條件 心態 喜劇演員首先就 都是要漂亮 那我呢 我有沒有這個條件 你絕對英俊了 那又怎樣 為什麼這麼久 我Casting 這麼多人 都會Cast到你 可能這就是機會 除了漂亮之外 外表要漂亮 還有什麼條件 一個喜劇演員 他首先放不放得開 不要有偶像包袱 那首先我本身 原本就是一個偶像 你很認真 你很認真 很認真 我不覺得搞笑 這個東西我覺得是很合理 所以我沒有反應 你看到 我原本覺得自己是一個偶像 真的做不到一個偶像 有個導演就說 不如你轉行去拍喜劇 然後你就要把你所有的五官 調轉去 有這麼誇張就得這麼誇張 原來那一年代 確是受落的觀眾 所以你的條件 是 我沒看過你演戲 所以我很難覺得你究竟演不演喜劇 不過現在你的外形都OK 都符合的 我也挺放得開的 你做了一個現在很肚餓 但又收到一個電話很急的那些 要趕著走 我其實現在已經是了 我沒有吃飯了 就是等現在這個訪問 是呀 我現在可以嗎 有沒有像不像 像不像 OK 不緊 下一個問題就是這個觀眾問你 他很喜歡你的紅興十三枚 就想問你拍紅興十三枚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趣事 或者是心努力情 還有再提一次 就是讚嘆你的演技一次 我覺得紅興十三枚 都有些是我自己的寫照 就是一個女生 怎麼可以打出去江湖呢 所以我就抓住這些方案 去演紅興十三枚 那拍攝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搞笑的東西 去搞笑 我不覺得是搞笑 我覺得那時候真的很辛苦 因為去到又要被人打 又要吃煙 又要打麻將 總之我不覺得那部是一個搞笑的戲 那你拍完之後 你會馬上跳出來嗎 還是需要一些時間去適應回復正常 我又沒有特別去適應 要跳出來 通常我現在拍拍這麼多戲 在那幾個月我真的好入那個角色 但有時候一拍完就跟自己說 不要吐下去那裡 一吐下去那裡 你就會覺得自己會陷入一個不安 或者不開心的狀態 所以我現在這麼多年 我還是盡快就跳出來 明白 好 那知道是君如姐 一直都比較做演員多 但我知道今次最近這部戲 媽媽的神奇小子 你做了演員之外 還是監製 也想問一下你 今次做監製 你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監製最大的困難就是做這個budget 當然了 導演和編劇一定有他自己要求 他當然想拍多些東西 或者他當然想有些場面 想呈現給觀眾 但是監製就會告訴你沒有了 只有這麼多錢的了 那你自己要去取捨一下 但是演員是最難搞的 幸好我在這部戲就是一個演員 所以最難搞的那個可能是我自己 我搞得佔我自己 所以我任何事情都應該搞得好 但是我這幾年做了監製的工作 我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即我和每個部門溝通 我都知道原來每個部門 都有自己困難的地方 所以這個是我這幾年 真的越來越對幕後有興趣的原因 但會不會就辛苦很多 因為你一邊也是演員 很辛苦的 然後同時也是監製 所以我就說最難搞的演員 我搞得好 然後辛苦最慘就是自己又要演 精神分裂的 不過我就會跟我們的團隊說 如果真的今晚有些事情解決不了 你就讓我先演好這場戲 你才跟我說 但是我們的團隊真的很好 所以都是要自己分配好 可能我今天就演員 我便專心做演員 對 那這次這部戲 有沒有最難忘的地方是哪裏 最難忘當然是 每一場的感情戲 有三個不同階段的 蘇華為 有最小的中間和最後 三個都有不同的表現 每一場感情戲 大家都要很大的爆發力 我最難忘就是我們其實去現場 氣氛都不是經常聊天 不像以前我們拍戲劇 或者開心心去吹水 吃東西 我們演場都是凝聚力很強 大家都很想用心去演那場戲 所以我們每一次拍完都有一種感覺 就是我們有達標完成了 這場戲 我們就很開心和很有滿足感 所以其實現場的 大家都是可能盡量要代入角色 對 總之我們沒有嘻嘻嘻 沒有說廢話 不聊天 然後就盡量去到那個狀態 將每一場戲演好它 這個是我覺得最深刻的 整部戲的感覺 所以你拍完這部戲 如果說現場的氣氛 你會覺得你會享受拍喜劇 可能真的嘻嘻嘻嘻 整班人好像來玩 還是大家很認真做一件事 但是我想解釋 這件事我又不認同 因為你們以為拍喜劇 是現場嘻嘻嘻嘻 但有些喜劇真的很認真 去推敲每一句的對白 或者場口 或者場景令觀眾最後來笑 所以拍喜劇又是另一個難處 如果拍感情戲 你都明白觀眾最後來的情感 頭射在哪個位置 喜劇首先有文化背景 語言不同 身體語言不同 氣質不同 所以你要全世界懂得笑的 可能是那些很簡單的喜劇 你又要搶你的頭 你又然後下抹 掉到地上 又會弄到焦皮 但如果你如果想拍一些 深一點的喜劇 你也需要想很多的觀眾 究竟你笑甚麼呢 你喜歡笑的東西 等他跟他喜歡笑的東西 有兩樣東西是不同的 所以我很想評反 就是拍喜劇 根本就是 去到好像開心心 其實想完之後才表現很開心 這是另一個不同的層次 最後一個問題 君如姐 最近有什麼搞作 有什麼搞作 下一部很重要 先宣傳一下 2022年有一部賀歲電影 叫《合家蘭》 這部也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人都困在家裡 我拍了一部很貼地的喜劇 這部喜劇就是 留在2022年的賀歲片 就可以給觀眾看到 大家記住支持《合家蘭》 今年的賀歲片沒問題 明年是賀歲片 再次感謝君如姐 接受你的訪問 大家還記得 支持《媽媽的神奇小子》 也是《真人真事》改編 這部很有意義的電影 再次感謝君如姐 謝謝 再見 拜拜